2014年9月24号,晚上好,我是瑞铭,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一则新闻 雪州新任大臣阿兹敏今天首日上班 他指出将会在明天觐见雪州书单沙拉普丁之前 拟好新的雪州行政议员的阵容名单 如果名单获得书单预准通过 新的雪州行政议员就可在本星期五宣誓就职 由于四名伊斯兰党州行政议员已经在昨天成辞 因此明年将会委任十名新的雪州行政议员组成一个新的州行政团队 不过阿兹敏不愿正面回应行动党有否提出增加多一名行政议员的要求 只说行政议员的人选名单还在讨论和拟定中 一切有待明年三党最高领袖的最后一决 下来跟进UPSR泄题事件 UPSR独立委员会今天展开首次会议 委员会主席敦查基指出 他们先了解公共考试设立和运输试卷的过程 接下来将会到学校和负责印刷试卷的工厂等场所进行实地的考察 再对事件提出改良的建议 查基透露委员会每周将会有两次会议 他们将遵守政府所给予的实现 在三个月内成交建议书 另外查基警告公众 不要以为通过WhatsApp等手机应用程序随意转发 外泄考题是好玩的事情 因为这举动可以在官方机密法令下受到对付 下来注意看看这张照片 这些以内裤蒙面的正是涉嫌协助商人走私 烟酒被捕的关税局官员 15名涉嫌贪污被捕的关税局官员 今天再次被押上巴打林在野推示厅 申请严扣5天注查 为了避免面目曝光 他们纷纷以外套和T恤遮脸 但一些官员竟然不顾仪态 以内裤蒙头躲避镜头 他们是分别在9月17号和18号 在反贪会展开的第二轮行动中落网 下来关注的是马六甲发生的一起悲剧 一辆操作中的重型吊车 相信在吊运扬灰泵的过程中失衡倾覆 吊臂不幸压在一辆位于工地不远 正在进行垃圾清理工作的垃圾槽罗里 导致清洁工人来不及逃生 当场被压死 这一起事件是在今天清晨5点多 发生在马六甲皇冠百利广场后方 当时当地正在进行着 征建6间戏员的工程 意外发生后 州政府勒令工程停工一个月 好让各相关单位展开调查工作 最后来跟进仁川亚运会的消息 羽球团体赛昨天落幕后 各单项赛事今天就陆续展开 而大马却悲喜两重颠 坏消息是男双球员陈文宏 因为大腿伤势恶化 被迫退赛 失去了争取个人第二枚亚运会金牌的机会 陈文宏透露 医生在检查后也认为他不适合在上场作战 为了未来的职业生涯着想 他听取了医生的劝告 做出了退赛的决定 至于喜事 这次则是大马男双陈伟强和吴伟生 在首圈赛事力聘三局 擒下了台湾组合晋级次圈 而大马女双最美组合许家文和温可威 在女双次圈赛中 也以三局打败了中国的王小礼和余扬 创下本届亚运会羽球赛的最大冷门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 更多新闻尽请留守百科时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